下面的提醒也是不用算的 也是跟什么保不保和啊 能不能融啊 就是没保和就可以继续融嘛 啊保和了就不能够再融嘛 然后到底有没有保和 就这样子 很样的意思 融解度给我的 30度吸20公克抓12克 来问题是不是保和 30度吸100克融45公克 底部上说100公克融45公克 他现在给我的是20公克的水 那可以融几克算一下 就会知道能不能全部装完 好来 所以就这样这样这样 可以吗 好来 30度分100克的水融45公克 现在呢 我们30度只有20克的水 所以我可以融9公克 我最多融9公克 那我最多融9公克 你给我12克会不会全融 不会 会胜多少 12-9要胜3公克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就选的就是CR 来就选CR OK 很简单 好 这个总题目考了很多遍了 甲鱼两个试管 给了这么多的硝酸甲 有这么多的水 就请问你能不能全融吗 这种类似的提醒 考过很多次了 可不可以全融吗 融解就告诉我嘛 然后就问他能不能保和 有没有全融这种问题啊 来帅哥 帅哥叫做二十五 赶真帅 二十五 我猜一个猜一个 D R S C D V V V 那你来试 试 好爱 黑龙全家 靠 B B 他说 他说选B 对 对 好 很简单嘛 就是看表就会了啊 看表格就会了啊 表格告诉你三十度C一百克最多融三十五克啊 那现在三十度C都是二十毫升的二十克嘛 二十二十克表示融九公克啊 我最多融九公克 你给我六公克会不会全融 可以嘛 还给我十二会全融 不可以嘛 就解决啦 很简单嘛 看表格就知道啦 没有什么困难啊 我想如果类似的提醒考过很多遍嘛 给个表啊 我能不能全融 是 那有些变形吗 那变形 来 五十二十五度C最多 他就用那个保和融度告诉我融解度 保和融度百分之二十 并不是告诉我一百克的水最多融几克 那两百克的水放四十会怎么样 方法就是第一个你把两百四十去看他以后超过百分之二十 或者到过来你从百分之二十至到一百克的水最多融几克 然后就弄出来都可以 然后请问你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来可爱小女生 4号 5号 8号 没有来咩 不要这样 2号 8号也没有的不是吗 2号都他妈在你几个面 哈哈哈 一 三 你教那个教来帮你回答 我 我 我 第一個你用百分之二十算是 200克的水分 你用200克的水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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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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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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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用拆了 是这么拆啊 还不拆毕 这里 这里百分之二十的意思是一百克的溶油 二十克溶池就表示八十克的水溶二十 那你可以算成一百克的水就都溶多少 或者你就不要管 就拿两百溶四十去算它溶算都超过百分之二十 二百溶二十 二百溶五十嘛 八十溶二十 二百溶五十啊 二百溶五十怎么意思啊 那你可以溶四十可不可以全溶 可以嘛 没有报复嘛 或者你就直接拿 二百溶四十 四十除以二百四 看也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 超过表示over 没想表示就是可以全溶嘛 这就是一些 饱和的问题 溶解度的问题 不用算那常常注意 有人问得不 很好 回家写课后练习